大家好 我是高雄區農業改良廠作物改良科科長李雪如 金黃是高雄、桃園還有納馬夏重要的農作物 產期是在7月底到8月 這一段時間呢 嘗試颱風、豪雨的一個季節 山區產會因為交通的中斷 讓鮮果沒辦法輸送 造成農民一個很大的損失 因此高雄區農業改良廠加工研究室 提供了國品加工的技術 來增加產品的價值 以及延長那產品保存的期限 那現在我們就請加工研究室來進行教學 首先呢 我們先介紹一下這個雞頭芒果 雞頭芒果跟一般的艾文芒果不一樣 它的肉質加細、果粒大 而且它這個糖度呢 到這個時候呢 它的糖度就非常高 那這個金黃芒果呢 首先我們要經過清洗 然後瀝乾 瀝乾之後呢 削皮 用削皮刀來削皮 削皮之後呢 我們要切上下兩塊 上下呢 各切成四條 然後四條之後對切 所以會分成八等份 我們現在在做金黃芒果的果乾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們會有劃刀的動作 那劃刀的目的呢 它會比較容易乾 那這樣子就可以省時省電 對 上面還有一種 很容易乾 平時露油的溫度 是七十度 一五小時 經過兩個小時的烘烤 我們開始進行翻面的動作 那如果没有划刀的部分 就会像现在这个样子 它会横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通常就会用牙签 它搓动这样子 这样让它的水汽才会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翻面 那翻面的动作完成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要翻另外一面 进到这个红箱里面 让它的售封面改变 经过13小时的烘干 带有金黄色的金黄芒果干就出炉了 酸甜Q软不过干的口感 让人想要一口接一口 如添加的健康金黄芒果干 透过包装 可以让农产品的价值大大提升